市長有這樣的想法 針對這個罷免的事情大家討論很多 尤其大家關心的是選舉的時候我們會透過廣告宣傳 讓大家知道這個候選人的好在這個地方 那罷免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透過相同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要罷免這樣的一個對象 那所以市長昨天在臉書上大概是談到這樣的一個看法 針對這樣子的方式來做臉書的表達 那這部分應該可以受公平或一些預告在討論 那所以對於市學校昨天也是 其實也是鼓勵大家這個情人結集的要約會 所以在臉書上講一些愛情的事情 好像應該也沒有什麼關係 大概這樣子 這部分應該是市選委會的材料全 那這部分應該還沒有驚喜嗎 他們應該也能收到這個前去訊欄 那這部分就長自選委會來表達出 你看到這個處理 那如果這樣被罰的話就可以了嗎 被罰在...如果被罰 市長會有...欸...看怎麼樣在來會議 那這部分應該都還沒有到這個決定的時間點 嗯... 你看到這個裡面 ow了